那么我们今天试吃的东西是两个啊 一个是这个 这个 火鸡胸的这样的一个火腿切片 还有一个是 又是一个十种巧克力的试吃啊 那为什么买这个火鸡胸的 火鸡胸的这个切片呢 因为晚上没什么吃的了啊 就看到它打折 然后我们没吃过 所以来试一下 同样是同一个牌子啊 就是多余的我就不介绍了 都是这个可以重新封上的口 然后97%脱脂 每100克407前就啊 这一盒是85克啊 价格是1.05分 又是这个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个包装 我不一次一次演示了 没有意义 相信 经常看视频的小伙伴见过很多次了 这个味道闻着呢 就跟之前吃的那个鸡肉零食差不多啊 看来火鸡跟鸡肉的这个味道上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嗯 嗯 跟那个鸡肉零食差不多啊 但颜色是非常的白的 嗯 不像那个火腿的颜色是比较红的 试一下 这个味道很特别 首先说它这个火腿 没什么嚼劲啊 就是软 就已经吃不出肉的感觉了 味道呢 有点像国内的双汇 哎 不是 这个不是双汇的味道 这是金螺的味道 加上不太吃得到肉的感觉啊 这感觉就像在吃这个金螺的 吃了金螺的火腿肠的感觉 这是金螺的 你看另外一个厉害了啊 吃这个十种巧克力的试吃 我们首先看啊 它这点上有十种啊 这一盒的话是两百二十五克 然后热量每一百克一千九百四千脚啊 热量不是特别高 那么我们按照上面的颜色 一个一个来啊 首先是第一个啊 这个蓝色的这一块 好吧 Chocolate Blitz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Blast 不知道 不认识啊 那么 从 从 嗯 那 先吃味镜啊 这个首先外观是像一个大花生子 哎 不对 像个小汽车啊 感觉 嗯 这个就是个纯的 巧克力 非常纯的牛奶巧克力 除此之外 什么都吃了啊 就是牛奶巧克力的感觉 那么我们再试第二个啊 第二个这一款 也长了一样的 它写的叫 Hazell Nut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一种 好吧 它这个名字太长了啊 名字三个男子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个事有点尴尬了 嗯 不过它应该是有什么 有这个 牛奶巧克力里包坚果的 这种 嗯 试试 不过它这个糖质挺漂亮啊 有个玫瑰花菜 哎呀 嗯 嗯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 吃了需要喝水的 这里边完全吃不到坚果的 坚果的感觉啊 但是非常非常浓的这个糖 这个糖浆箱简直要人命 这个糖浆太浓了 哎呀 哎呀这个不行这个不好 严重差评啊 这中间糖浆的不得了 好 那么 那么第三个是红色的 这个 strawberry 就是 草莓的 strawberry cream 草莓的这个 cream 这个听上去也挺黑暗的啊 啊 strawberry 没关系 有这个cream就挺可怕了啊 啊 这个很可爱 做的像草莓一样 做了一个点点在上面 这个怎么说呢 不好吃也不难吃吧 吃的出了草莓味儿 那是中间的部分感觉油腻腻的 换句话说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第四个是这个啊 它这个叫classic field 里面应该是含有香草的 那么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都是牛奶巧克力啊 为什么没有黑巧呢 哦 刚才那个草莓的是黑巧 然而并不吃吃不出来黑巧的感觉了 那个太甜了 果然这个颜色跟它画的一样 它画的这个颜色就很浅啊 实际上颜色也很浅 跟这个一样啊 中间是那种非常黏牙的糖 吃到最后才有一点点香草的味道 简直是 这个叫第五个啊 这个第五个 图一模一样的 它叫这个焦糖多乐式 这个我也有点 有点不太行啊感觉 焦糖 不过它这个造型很漂亮啊 焦糖看清上去就要命 要人命 哦 果然啊 都能挤出来了已经 哎 不过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它这个焦糖不是 啊 它的巧克力还是挺多 焦糖占少数 这个可以接受 不过也相当的甜 国外的这个 巧克力啊都非常黑暗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特别适合这个 你出国旅游带回去给国内的小伙伴 作为一个伴手礼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国外的话 你就绝对不是想吃这个东西 下一个又是一个完全 两个单词都不认识的东西啊 只能知道它是个牛奶巧克力 这个应该是这个坚果就刚才吃的那个坚果 它写的是这个那个的烤过的坚果 然后一般的嵌入在这个牛奶巧克力里边 这个应该就是个巧克力包坚果 我应该不会特别的黑暗 这个比刚才那小汽车短了一点啊 刚才那要是个B级车的话 这个就是A0级啊 Smart 我试一下 啊哈哈哈哈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不知道是毒 孩子有纳草还是毒什么 它是榛子的意思啊 因为中间吃到了一个榛子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是榛子很香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可惜里边 就一个啊 好吃的就一个啊 都是不好吃的多 下一个呢叫 Turkish Delight Delight什么意思 难道是关灯的意思吗 然后它里面讲的是有这个香香 Fraquency 就是为什么有Fraquency呢 香薰和这个玫瑰的这个口味啊 在牛奶巧克力里面 试一下这个 哦 我现在已经有点怕了 那这个还不错啊 就是一个 这个 普通的巧克力的造型 哦 好吧 中间是软糖啊 这个吃的十分痛苦 还不是那种Q哥糖那种软糖 是那种咬了不会弹的软糖 你没记得我们上次试试的软糖吗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吃了一个之后就放在那放着 现在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一直没有 没有勇气再吃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我压根已经不想试了 它这个写的是香草黄油和焦糖 哦天哪 这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香草黄油和焦糖 这三个东西我没有一个爱的 这怎么办 哎 香草黄油和焦糖啊 方块状 哎呀 我在巧克力里面看着都人畜无害的样子 吃进去简直要人命 不好意思 吃吐了 就是吃了一口汤 已经不好评价它的味道了 因为啊天哪 我下一个这个绿的我可能比较爱啊 它这个叫pepper mint cream 就是过喝的 我们之前试过这个还算比较好吃的 哎呀 国内的小伙伴之前跟我讲说这个国外的这种 就是含有mint 就是含有薄荷的巧克力 都是拿来整人的 我现在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温和了啊 这个有这个薄荷的这个还算是黑暗料理力比较轻的 其他的口味的感觉更严重啊 那么试一下 我没想到它是这样的pepper mint啊 给你们看 它竟然这个pepper mint是水的 是吧 一挤还能挤得出来 哎呀哦天哪 不过因为有薄荷啊 所以这个味道不是 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在这10个里边啊 我觉得它目前为止 就是最好吃的就是这个了 其次是这个 先第一 它排第三 最后一个第四个啊 就是这个 叫Cherry Heaven 樱桃天堂 哦 它是这个 有樱桃碎 在这个 然后还包了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coconut cover的是指包了 还是这个coconut的那个皮 就是椰蓉的 椰蓉的部分啊 反正这个外皮是黑巧 这个可能还不会太差 这样包装 这样造型 我们试一下这个 跟图片略有不同啊 图片是纯红的 它实际上里边没有那么红 这样果然啊 这个coconut cover的是指椰丝 椰蓉 就是樱桃和椰蓉 不过基本吃不到樱桃 都是椰蓉的口感和椰蓉的味道 那么 经过我们的努力啊 终于完成了这个 试中口味巧克力的试吃 这款巧克力是之前的那个 复活节的时候 上市的啊 而且是 应该是这边 作为这个 这个送给女生的礼物 是吧 我觉得应该很漂亮啊 叫Roses 玫瑰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 可能就分手了 所以说 不过虽然时间差了一点啊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 它的试吃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味之小白 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 两天